哈喽 大家好 我是小黄哥 现在呢 我们来到市场来给一位粉丝朋友淘汰苹果的ipad 这位老铁呢 预算只有1000多块钱 然后我就给他推荐了2017款的ipad的30级wifi版 目前市场拿货也就134左右 但是呢 这位老铁说是 这台平板给家里面孩子用的 还想给他配一个手写笔操作方便一些 但是我告诉他2017款ipad是不支持这个手写笔的 最后呢 就给他挑了这款2018款ipad的 然后预算的话就又加了几百块钱 但是的话也是满足了他的需求 给他拿了这台平板呢 是32级wifi版本的 搭载的是9.7寸的视网膜显示屏32级wifi版本 目前市场拿货1500左右 给他挑到这台平板呢 是95新亮机橙色的啊 没有大的磕碰划伤 只是一些轻微的使用痕迹 这边帮他检测一下平板那些功能是否有问题 仔细检查完之后呢 没有问题的话 等一下再去给他挑选一个手写笔 然后呢 我们过来再帮他拿一个手写笔啊 这个是一代的手写笔 然后我们帮他检测一下这个使用的流畅性啊 还有他的这个功能是否没有问题的 这手写笔全新的还有700多啊 二手的话也要500块钱 便宜了200多块钱 我们仔细帮他检测一下 确保的话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等到晚上回家之后再做一个检测 确保没有问题 然后晚上的话就会给老铁安排了 现在呢 我们再来拿一台12pro max 这是一位江西的小姐姐让我帮他代彩的 这是一部美版单卡无锁256g内存 全新紧激活的 这位小姐姐在下单之前呢 就一直犹豫啊 要不要全拿那种全新未激活的 我告诉他那种全新未激活的差价和双卡的就差几百 所以说性价比不是很高 但是像这种全新紧激活未使用的机器呢 就有 差价比较大一点 所以说他的一个性价比非常高 目前像这样的机器市场拿货7600 而全新未激活的话 拿货要将近8000 二手的话7200多 也就说这种机器呢 是属于那种全新机的橙色 二手机的一个价格 所以说性价比也是非常的高 而同配置的双卡版本的拿货还有八九千 所以说单卡的机器呢 性价比非常的高了 接下来呢 我们再来给一位老铁淘一个这个华翔北版的GBL音箱四代啊 这个是四代的 是那个全面屏发光的 看上去非常的这个漂亮啊 如果是原装正品的话 可能要1000多吧 这个只要100多块钱 拿来 玩一下 还是非常ok的 这个音箱呢 之前呢 我也有测评过 除了这个做工上面有点欠缺之外 但是它的这个音质的话也还可以啊 音质的话听上去也是非常的饱满 而另外一点的话 主要是它的这个外观也是非常的炫酷 全面屏的一个LED灯光的闪烁 看上去也是非常的亮眼 好了 今天的视频呢 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我是小王哥 我在华翔北 如果有喜欢我淘机视频呢 可以关注我 每天晚上的话 我也会给大家在直播间分享华翔北最新的一个手机批发行情 好了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再见 英文字幕拼给大家想念